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珍惜他 然后礼敬他 主要是因为这个法告诉我们无偿无我 那无偿无我的实践能够进一步让我们成就 或者是经验所谓的涅槃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知道说法的珍贵的地方是在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会继续的谈 这个正法本身它到底有哪些功德 能够帮助我们在哪方面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部分 那这个寄送的就是正法妙兰师 善尽长安乐 一谷先人道 能入于涅槃 好 那我们这一位同学今天是陛下 那我们请陛下 涅槃 为一切圣者 一切学佛者的归一处 由于正路的程度不同 有有于涅槃 无于涅槃 大波涅槃等差别 实测 涅槃就是正法 正法是自正的基地 唯妙德 难以失忆 所以说 如人饮水 人软自知 经一经论的方便开示 列加说明 你的关键词是 可以读一下 可以读 随断切一切生死 缘于之烦恼而正得涅槃 然因前世破业所造成 之果暴生 涅槃在 一记生死之音一段 三有生死之果 待继者 称为有于涅槃 反之一段进生死之音 又无生死之果 而达灰身 而达灭 而达灰身 灭自 之究竟涅槃之境界者 称为无于涅槃 我的关键词是 涅槃 好 涅槃 一切圣者 一切圣者 学佛者 学佛者 归于处 有于涅槃 无于涅槃 无于涅槃 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 正法是自证的境地 正法是自证的境地 为妙得难以示意 为妙得难以示意 那这里说到的这个涅槃呢 它也是为一切圣者 一切学佛者的归于处 也就是说 涅槃 无论是二乘圣者 或者我们修学者 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去正路这个涅槃的 那么由于正路的这个涅槃呢 都有所不同 所以呢 这里呢 有说到的是 有于涅槃 无于涅槃 大波涅槃 有于涅槃 有于涅槃呢 就是这个二乘圣者的 的这个正路 这个境地 有于涅槃 是说 二乘圣者 他们还是有维系的烦恼 所以他就是 有于涅槃 那么无于涅槃 无于涅槃呢 就是 就是已经 正的这个断尽烦恼 就是 解脱 生死 就是 究竟 清静 圆满的 那么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呢 就是 以这个 经论来说 就是 大乘伯教的 就是 认为说 佛陀 已经完完全全的 就是 已经进入 这个 路灭 还有究竟 智慧功德 圆满的 经地 所以 这个 正法呢 就是 涅槃 其实 这个涅槃呢 就是正法 那么正法呢 就是 说到说 也是 自正的 经地 就是说 这个涅槃呢 是由自己 修行 而 正入的 这个 境界 所以呢 唯妙难得 难以示意 就是说 这个正法 这个涅槃 是 清静 安乐 所以是 不可思议的 当然这里所说的 如人饮水 人软之之 就是说到说 自己所正得到的 这个境界呢 是 语言无法 能够描述出来的 这个也是 一座经论的 方便 开示 略加说明的 然后 下面 没关系 那个涅槃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请 秀伟来 处理 好不好 我们把它分开 分开来 处理这样子 好 谢谢你 当然 关于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的部分呢 你是 说的不是很 正确啦 不过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一种 学习 所以待会呢 我们在谈这个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的时候 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那么 一起阅读呢 好处就是 这个样子嘛 就是 才可以看到自己 过去理解 不是很正确的地方 好 那 先来 看看这边的内容 他说 涅槃这个概念 涅槃这个概念呢 是 所有的圣者 还有学佛者 的归一处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理解 就是 我们学佛的 目的所在 或者是我们学佛的目标 不管 是不是已经成就圣道 一切圣者呢 一般上我们就是 指贤圣人 已经成就圣道的人 那这边一切学佛者呢 可以说是凡夫 所以不管是凡夫 或者是已经成圣 成贤的 这些 修行者 都有一个共同的 归一处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涅槃 那这个涅槃 因为大家 正入的程度 不一样 大家成就的 这个 我们说 我们的体验 各方面的不一样 所以呢 就 自然呢 就有分成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还有大波涅槃 那这个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到底是 怎么样的一个差别 待会我们就请修为重读 然后我们再来学习 那涅槃 其实 说起来呢 大家也不用把它 太复杂化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正法的体验 所以他说涅槃 就是正法 也就是一种 自正 自己可以 亲自体验的经地 因为正法 我们可以亲自体验的 我们可以亲自去感受 我是不是在正 还是在写法当中 你可以亲自的去验证的 那 不只是可以自正 不只是可以自正 他有时候呢 也唯妙 哪里思义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不可 不可思 不可以 不可思义 或者是不可思 不可义 不可思 你有时候 这个概念 你无法用我们平常的 那种想法 去想象的 这个叫不可思 不可以 你想用言语 去表达它呢 可是言语呢 毕竟有限 言语的表达 有时候呢 会 我们说 落入有边的叙述当中 所以呢 才说 不可思议 常讲不可思议 这个不可思议呢 当然也不是说 它是那种很神秘的 不是 只是说 它是很难的 去用我们的这种 平常的想法 去想象它 然后呢 也很难用我们的 这个言语呢 去表达它 所以才讲 不可思 不可以 唯妙 难以思议 但是是自己 可以清正的 所以呢 经论常常在讲 灭盘的时候呢 就会用 一个批语 就是说 就好像人喝水 到底是冷 还是热 自己呢 才知道 因为每个人的体验 不一样 有个人 人家说 我要一杯温水 我要一杯热水 到底这个 多热 是你需要的 可能你拿了一个 大概 有 四五十度左右的 这个 温度的这个水给它 它觉得还是不够热 它觉得还是冷 所以这个能 软 冷和软 只有自己 那个喝的人 才知道说 是怎么样 到底是怎么样 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 很难识 很难译的 很难想象 很难说明的 这个灭盘的概念呢 老师说 接下来 经 经就是指 接下来 它会 依经论 的方便 开始 略加说明 待会 我们这个部分 内容 处理完 过后 我们就 再往下 看 到底 一般上 经论里面 怎么去 谈 不可思 不可意的 涅槃 好 这个是这边的内容 那到底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是指什么呢 我们来请 秀伟 把这个 下面这个 框框的 那个内容 再读一遍的 然后再试着 画一些关键词 然后呢 才来讲 这个有余涅槃 和无余涅槃 来 请秀伟 师父 诸位法师 各位同学 阿弥陀佛 虽断切一切 生死原因 是烦恼 而正得涅槃 难因 前世 或业 所造成 之 果报 生存 亦即 生死之因 已断 丧有 生死之果 带 精子 称 称为 有 于涅槃 反之已断 今生死之因 又无生死之果 而达 会生 灭 自治 究竟涅槃 是经戒指 称为 无余涅槃 关键词 一切生死 原因 关键词 是 关键词 一切生死 对 一切生死 前世 或业 前世 或业 就是两个 我试着 去解一下 这里就是 讲 就是 虽然我们 就是 已经 断了 就是我们的 一切生死的原因 就是 就是我们的 生死 就是有 烦恼而来 但是它 一切 就是断了 我们的 生死原因 而真的 就是涅槃 就是 了破 生死 但是 南儿 这个 我们因为 前世的 那个 所造的 那个 山 那个 所造成 但是它的果报 还是有 存在的 这个 所以 就是 我们就是 死了 之后 它虽然是 断了 这个 烦恼 是断了 烦恼 但是啊 我们有 生死 那个果 我们的果报 所前世 造的果报 还是要 要 好像讲要 也是要 属于要 缓金嘛 这个 带金子 然后就是 这个是 它还是 有一包 所要 要带这个 所以还是 有留着 这个果报的 所以叫做 有鱼 但是 反之 但是 已经 已 断进 我们的 生死之音 然后 这个 也 断进了 我们的 无有 生 无有 死 的果报 然后 这个就是 达到 我们的 灭 之 究竟 那个 无伤 之 烈恼 之 经 这个就是 称 无虞 烈恼 好 努力 很努力 好 那 我们现在来 把这个 有鱼涅盘 跟无鱼涅盘 来 好好的认识一下 其实 只要能够 正涅盘的 大家 第一个 你要记得的 就是 他能够 正涅盘呢 那么 他的 这个什么呢 可以说 烦恼 就是 已经是 断切的 已经 了断烦恼的 也就是说 他是圣者来的 OK 他一定是 圣者 成就 涅盘的 只要 不管他 有于涅盘 还是无于涅盘 他只要是 成就 涅盘 的话 那表示说 他一定是 断切 烦恼 所以 断切 一切 生死 原因是 烦恼 才能够 正得 涅盘 所以 他是 一个 圣者 这个是 不可 不可 非的 就是 确定 是一个 圣者 OK 那么 为什么 又分成 有于涅盘 跟无于涅盘 那就讲 进一步讲 正有于涅盘的 圣者 他是这样子的 他的前世 货业 这个前世的货业 的这个果报生 还在 看到吗 他的果报生 上存 虽然他的 生死之因已断 不会再轮回 他确定 因为他是圣者了 他的这个什么呢 导致他轮回的 生死因 轮回的因 已经断 但 还有 生死之果 等待 完全的消除 像这样子的 圣者呢 他所成就的 涅盘呢 就是 有于涅盘 举个例子 大家比较容易 理解了 比如说 舍利佛 或者是 穆建联 这两个好朋友 他们亲近 佛陀 大概两个星期 左右呢 就正得涅盘 也就是说 他们亲近 佛陀 两个星期过后呢 就把这个烦恼 断除了 他正得涅盘了 可是大家都知道说 舍利佛 跟穆建联 他们虽然 成就了涅盘 可是他们 有没有马上 舍掉果报生呢 就位 或者陛下 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他们虽然 什么 对 他的果报生 是上存的 对不对 他们还在 佛陀的身边 继续的帮忙 佛陀 弘法也好 带这个身团也好 所以你看 像舍利佛 穆建联 这个 我们说 两位上首弟子 他们 正得涅盘 但是没有这么快 就舍果报生 他们果报生 是还在的 是一直到 佛陀将要入涅盘的 前三个月 这两个上首弟子 才 舍掉 果报生 才 达 这个灰声 灭制 之究竟 涅盘 他舍掉了 这个果报生 没有这个 生死之音 断尽 生死之音 也同样 不再有 生死之果 完全 这个果报生 断除 舍掉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进入了 无语 涅盘 所以它是 两个不同的阶段 但是同样是正涅盘 那有些佛陀地址 你如果在读阿罕经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些地址 就是一听到佛陀的 这个教法过后 当下正涅盘 而且也当下 就是舍果报生的也有 这些 当下正涅盘 当下舍果报生 不再帮佛陀去弘法 或者是帮忙 打理这个僧团的 或者是教弟子 收徒弟的 这一些 直接 正涅盘 直接舍掉果报生的 就是无语涅盘 陛下 这样可以理解了吗 什么是有语涅盘 什么是无语涅盘 可以理解 谢谢师父 好 来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呢 老师是用经论 方便给我们说 这个涅盘的功德 一般上这个涅盘呢 它是很难描述的 很难描述的 来我们来往下看 好我们现在请袁真 好师父好 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我这边还没出来吗 出来了 正法的四种德项 正法是善 这是道一的绝对完善 二 正法是经 由于正法不是烦恼等 自然应允能物的 也不是烦恼自然等 所能缘起的 所以名为庆经 善是常 正法是超越实际性的 不生不免 本来如此 思是暗恼 这是没有生老病死 又被扶老的 是离析的绝对乐 总之 正法不可思议 功德也不可思议 我的关键词就是 正法 正法是善 是善 是经 就善经 嗯 敬 然后常 常 嗯 安乐 安乐 嗯 嗯 就是 正法不可思议 就是了 正法不可思议 嗯 嗯 就这样子吧 就是说 就讲正法 它就是涅槃啊 它就四种了一种德相 第一种呢 是讲杀 这是生之绝对的杀 因为它是涅槃呢 怎么说呢 是超过了相对 如果要是都是相对啊 死和彼啊 失费啊 它就是世界 就世界里就超越了相对 就落入绝对的碗山 这山里没有了 就绝对碗山 就超越了相对 就绝对的 这是一个山 第二个呢 是经 由于正法 不是自然等 不是烦恼等自然能物的 就是说 嗯 就是这个正法 它是有那个 它那个自然应允 有自然的那一种嘛 正法嘛 它是涅槃啊 肯定是清净的应允 来正应啊 正果 果也是清净的 它肯定是清净的应允 它污染的应允 它是不会能能燃物的 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正法 就是放在那个 就是放在这个污染环境里 好比讲这个正了这个正法里 它是一切实际行不然如年化 就是它这个在污染的环境中 它也污染不了 就这个意思是清的 也不是烦恼 自然的应允所缘起的 那当然就是了 那个自然的应允 它员起的都是自然的 它不可能是清的 你看这个苦极就是自然的 就苦啊 那清净的它是 肯定是清净的应允 它自然的应允 它肯定是不能缘起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名为清净 然后长呢 那正法呢 是长 正法是超越实际行 不生不灭 本来如此 就是说这个正法呢 就是涅槃 它超越了实际行 那你要落入实际 要是有实际行的话 那就落入实际了 就实际它就空进行 实际行 有前后嘛 有实际前后 它就有身后面 就变化无常 它超越了实际行 它就不生不灭 它就没生不灭 由于生不灭 就有实际行 它本来如此 它本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死是暗的 就是没有生老病死 又被苦恼 是离惜的 也就是说 它离开了 就是灭牌了嘛 它生死的应允 它就端了 就不再收生了 不生 它哪有老的 哪有病 哪有死的 哪有来世 七苦八苦的 有了个乳云苦 它就没有了 就这年之来 七苦八苦 七苦都没有了 所以它离惜 什么离惜呢 就是性的精啊 它对外面 性内性 外面好 它都是无常无我的 它不装 它是实 这个实在变成知了 它不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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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言语 就不可言语到端 言语到端只有清真才知道 他的功德 当然功德也不可思议 大概袁珍的理想到这里 感恩师傅 非常好 那么我很欣赏这个袁珍 他提到一个相对来 跟这个绝对来相比较来讲 非常好 所以在理解这个内容之前 我们先要掌握 什么是相对这个概念 还有什么是绝对这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键词来的 绝对跟相对 袁珍 我们来简单的一个对话 相对和绝对 如果用其他的语词 来谈的话 你会想到什么 这两者不一样的语词 你会想到什么 相对 是相对相待 我这样子讲了 如果绝对 所以这个概念 绝对 绝对他就没有 是出事法 对 出事法 相对 对 相对是事件法 那相对的话 就是什么呢 是事件法 对 很好 大家在 我跟这个袁珍 在对话的时候 大家试着把它掌握 相对跟绝对的概念 所以 如果今天我们讲绝对 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它是出事件法 出事法 就是超越这个事件的 出事法 就是圣人所体验的境界来的 那么 相对就是事件法 再用另外一个语词 如果绝对叫圣义 圣义地的话 然后圣义地的话 那相对的话 那可能是什么 世俗地 世俗地 很好 世俗地或者是 这样子的概念 那么 世俗地或者是事件法 或者是所谓相对 相对的证法 你会想到什么 现在我们不讲绝对的证法 我们讲相对的证法 会是想到什么 相对的证法 你看 上和恶 OK 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三恶 三恶法 要分清楚 对不对 还有呢 对 三和圣 长和端 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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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乐对苦 乐对苦 很好 所以你看 这个叫做世俗地 或者是世间法里面 讲的证法 世间法 当我们讲相对法的时候 我们讲世间法的时候 然后佛法里面 要我们学什么呢 要我们学善 对不对 尽量学什么 断恶修善 对不对 转染成 然后呢 转染成 然后呢 要了解无常 对不对 要了解苦 要了解苦 所以 世间的证法 相对的证法 就是以下这些 现在 现在 我们讲 绝对的证法 绝对的证法 我们讲圣意的证法 对不对 我们讲 初世间的 当我们讲 初世间的证法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超越了 超越了什么呢 超越了相对 就是 对 非常好 超越了相对这个概念 超越了所谓的相待这个概念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跟圆真有这个对话呢 我希望同学们要理解 因为有时候呢 你在看佛经的时候呢 你看到说 佛经不是讲无常吗 不是讲苦吗 告诉我们这个无常苦 在染尽善恶 都叫证法 要我们了解 无常苦 无我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又讲一个 常乐我境 或者是 善尽 常安乐 尤其 常这个概念 所以呢 我刚才跟圆真这样子对话呢 是希望大家 理解 如果你站在相对的时候 相对 相待 世间法的角度 世俗地的角度的话 你的证法 你要了解的证法 就是无常是证法 苦是证法 无我是证法 OK 但是如果今天你讲 圣意的证法 出世间的证法 也就是说 当你转凡成圣的时候 你变成圣者的时候 你体验的证法 那个证法是怎么样的呢 他的善 是怎么样 圣意的善 是绝对完善的善 OK 所以这第一个概念 第二 他的净呢 他的净就是 不再被烦恼 去 能够污染他的 他是绝对的净 他是 他也不是在 能够缘起的 不会在圆真圆灭的 他的净是 究竟的清净 所以在经论里面 常用一个 辟语 我不知道圆真想得到吗 哦 就是 如那个年华也呢 臭乎离癌不染 OK 也可以 年华也可以 虚空 虚空 虚空是不是 整个虚空 你看 你的整个天空 天空 它本来 就是这样子 天空 晴朗的 但是如果你在 世间法的时候呢 它有时候会有乌云 有时候会有 彩云 彩霞 但是天空呢 它本来 当你 如果有一天 你抛开了 所谓的彩霞 彩云 或者是乌云 一般上 彩霞 彩云 就是世间法里面的 三根二嘛 对不对 当你把这个 三根二的 一切 与世间法 都抛开的时候呢 那个朗朗的天空 清净的天空 就是 在佛经里面呢 最常用来描述 出世间的境 出世间的境 它不被 这个 就不会被染污的 那常同样的 为什么会是常 而不是无常呢 如果我们讲无常的时候 是世间相对的 世间相对的 世俗地的正法 但是今天我们讲 绝对的 胜利地的 出世间的是 它是超 它是常 常就是说 它超越时间性 已经不生不灭 本来就这样子的 这个概念 大家去掌握一下 它跟我们过去了解的 无常法 它其实不相比处的 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去讲 你是从相对的角度去讲的话 那当然有无常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 胜利出世 绝对的 角度去讲的话 它 就是常的 不生不灭的 不会改变的 然后同样的 这边的安乐 也是一样 它是 绝对的 安乐 胜利地的安乐 出世间的安乐 不是世间法的安乐 不是相对法的安乐 不是世俗地的安乐 世俗地的安乐 是 这边的安乐 可能等一下又会 生病 然后你又 安乐就没有了 变成苦 或者一件事情 让你烦了 你又有又被苦恼了 可是一个体正正法 体正涅槃的 一个圣者呢 他体会到的这个安乐呢 你要记得 是圣意的 殊胜的 圣意的 然后呢 它是绝对的 它是出世间的 它的乐 它的安乐 是出世间的 所以这样子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善尽尝安乐 通常用来 用这四种德项呢 来描述这个正法 这个不可思议的正法 不可思议的功德 好 谢谢袁真 我们再往下看 来 我们接下来请 钟飞 师父下午好 周围道友 下午好 那我接着往下读 从智慧的境界说 名为正法 从如从智慧正路 正法而得 自自由来说 名为烟盘 所以正法就是粘盘 只要依着亡古 过去诸佛大些人的正道 就能正路于粘盘的解脱 说道 古些人道 阿含经与任言经等 认前经等多曾说道 因为正法是本来如此的 能入粘盘的修行正道 也是本来如此的 过去一切佛 无不经历此正道而得入粘盘 这不是释迦佛所造作的 是创作的 是古佛的常道 所以名为古道 上来赞叹法宝功德 我的关键词是 智慧的境界 智慧的境界 很好 名为正法 名为正法 智慧正路正法 智慧正路正法 名为粘盘 名为粘盘 过去诸佛大先人正道 过去诸佛大先人的正道 能正路 能正路 与粘盘的解脱 不是释迦佛所造作的 布施释迦佛所造作的 非常好 就这些吧 好的 然后我试着理解一下 好的 从智慧 智慧的境界来说 那智慧就是 智慧的境界也是圣者 然后名为正法 他名为正法 那如从智慧正路正法 而得正自由来说 那智慧正路正法 它就是能正的智慧 是圣者所修的 能正的智慧 是名为正法 所以它就是名为编盘 那所以正法就是编盘 只要依网 依着广古 过去诸佛大先人的正道 但这个正道就是古先人道 也是属过去佛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以古先人道 就是这样子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 然后是走过来的 它是就是发生道 它能入于粘盘 它能入于粘盘 所以说古先人手 走过的道 那这个是认就是阿寒经 认前经 等都说到了这个历程 因为正法是本来如此的 正法本来就是如此的 能正烟排的修行正道 它是古先人能正路的一个 粘盘的修行正道 因为古先人所走过的道 那就是已经证明了这条道 是正道 也就本来如此的 过去佛啊 无不经历是正道 而得入粘盘的 这个八正道 这个正道也不是佛所创作的 因为它这条道 它本来有它的理则 它本来是存在的 所以是释迦佛是创绝了 是菩提树下创绝了这条正道 所以称古佛长道 也名为古道 我就试着理解这些感受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们常讲说 大家有一个概念 就是能锁的概念 我们用能锁这个概念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能锁 能跟锁 那能正的心 就有锁正的法 这个就是能锁的概念 能正的心 锁正的法 如果从世俗的角度 就是今天你能够看到某一样东西 那是因为你有眼睛 你能够听到 能能够听到一个声音 那么耳朵就是能听的耳朵 还有呢 锁听的音乐 这个叫能锁的概念 那同样的 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有这个能正的智慧心 如果说今天我们慢慢的把这个心 本来是凡夫心 慢慢修出这个智慧心的时候呢 那你能正的智慧心 它有它的所缘的境界嘛 它的境界呢 就叫做正法 所以能正的心 所正的法 在这边呢 就是正法 这个当然境界 这个叫做境界 眼睛的境界 就是你看到的这些草木 三合大地 种种的种种 耳朵的境界 耳朵的境界是什么呢 耳朵的境界就是你能够听到的所有的声音 骂你的声音 称赞你的声音 美妙的音乐 各方面的声音 那个叫境界 那么舌头 我们用舌头 尝遍这个天酸苦辣 这个天酸苦辣 这个就是境界 舌头的境界 今天智慧的境界 智慧 有这个智慧 我们升起那个智慧心了 智慧的境界是什么 智慧的境界就是让你能够感受到正法 所以在导师这边讲 从智慧的境界说 叫做正法 那为什么有时候叫他涅槃呢 这个叫涅槃呢 导师这边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句子 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从真自由的角度来说的时候 真自由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正法改名叫做涅槃 什么叫真自由 你们现在自由不自由 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自由 大家可以实践到 可以安心的上课学习佛法 你多多少少有这个相对的自由 但是是不是真自由呢 还不是真自由 因为我们有时候呢 还在因缘当中 被因缘困绑着 有时候呢 又有自己的烦恼会困绑着我们 所以呢 不是真正的自由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老病死 各方面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呢 偶尔有一点点相对的自由 但是真自由还没有 那一个人如果说今天他真正一个圣人 圣者 他有这个智慧心 他能够正入正法了 那他得到的自由是真自由 也就是说 种种的这些烦恼的事情呢 不会让他担心 不会让他害怕 不会让他恐惧 总之他的这个贪嗔痴 这是烦恼的 不容易生起 因为他有这个智慧心 成就 绝证了这个智慧的境界正法 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正法 智慧在心中 他的贪嗔痴 可以说是不再生起了 顺境不会让他起贪 逆境不会让他起这个称 所以这种人 得真自由 因为有智慧在心 因为有正法入行 而真自由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称他为涅槃 所以涅槃是什么 我们常讲 贪嗔痴永灭 这个贪嗔痴烦恼 不再生起的时候 你不会一点点事情呢 被这个贪嗔痴烦恼 干扰你 困绑你 那个就是涅槃 正法 看你从什么角度讲 有时候 从所正的这个境界来讲的时候 你称他正法 从自由这个角度 真正的自由这个角度 你称他为涅槃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涅槃 或者是正法 要怎么样成就呢 他是有一个古道的 他是 为什么叫古道呢 这个古是什么意思 因为过去的这些修行者 走过的道路 那佛经有时候呢 用仙人 这个仙人跟我们道家的仙人 就不一样 佛经里面的仙人呢 通常都是直圣者 或者是佛 比如说阿罗汉 有时候会被称为仙人 大罗汉也被称为仙人 所以这个边用仙人 古仙人道 这个仙人不是道家的仙人 而是在佛教 佛经里面的仙人呢 都是指 成就正法的 得真自由的 正涅槃的 这叫仙人 所以依着古仙人走过的道路 就能正入于涅槃 得到这个解脱 这种古仙人道啊 在阿罕经 在大称的任确经里面呢 都有提到啊 所以而且体正这个正法呢 就本来这样子 一古仙人道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八正道啊 就能够入涅槃啊 修行正道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过去佛 都是这样经历 成就了涅槃 成就了正法啊 所以呢 不是释迦佛所造作的啊 所以刚才中非用了创建啊 或者是创觉啊 主要是指 重新看到啊 重新看到 然后指出来给我们看 指出来给我们去修 但不是 但不是佛陀去 创造的啊 他创建创觉 但是没有讲他 他创造啊 所以没有造作 没有这个造作的 这是古佛的常道 所以呢 称为古道 这个古道呢 佛陀在菩提树下 创建创觉过后呢 再一次告诉我们 让我们可以依着学习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子呢 珍惜这个法宝啊 所以上面呢 就用了两个寄宋 来称赞这个法宝的功德 好 所以说到这边呢 你看 战法功德的两个寄宋 我们也学习了 我们也学习了 所以接下来就会进入 战身功德 三宝 每一宝都有他的功德 好 我们来往下看 我们请美军 师师父 从心里面笑 身和贺众 依法而设 释迦佛 成佛说法 就有好多人 随佛出家 佛就把他们 组织为 身材 或 简易为 身 身是群众 是有组织 有聚力的 集团 所以 古人 义 义为 和贺众 佛凭什么来 集结身众呢 不是凭自己的 才能 所以佛说 我不设 受众 佛是 依法 而设 受他们 使之 成为 身材的 依法 而设身 和乐 尽为本 是和 或 礼合 礼 身 众 众 尊 怎么你忽然间会把这个寄送给你 因为我有看到就读一下有没有离从里面理解一些事情 我们那个底下的那个寄送我只是标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读到哪个寄送 这样 可以 好来 那个关键词是什么呢 是 佛说法 佛 佛说法 是佛说法 成佛说法 成佛说法 然后 比较完整一点 对对 好多人随佛出家 然后 生且 然后 生是群众 群众 是 是 举例的集团 举例的集团 然后 讲和和众 和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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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后面那个集团就是我不设受众 以法而设受他们 师父 我这里理解的是说 当释迦佛他成佛 那时候 他成佛后就出来 为众生说法 那时候 在世家佛时代 就 很多人 就跟着佛陀 出家 然后一直在跟着佛陀的身边 就到处去听法说 然后 因为 有很多人 随着佛出家 出家 出家中很多 那么佛就把他们 组织为一个团体 叫做生且 就是说不止一个人出家 就 很多个人出家 那一团 那一群人 就是 生为 生且 那么 这个生且 这个生 可以只是 群众 不止一人 是很多个人 所以因为有很多个人 然后 佛陀就有 就会有组织 然后也有 设立 一些 纪律 就是 条规 聚合律 这个的 这个的条件 所以就是 才叫 这个 生且 那么 在那个时代 佛陀时代 他们又称为 这个 集团 这个纪律的集团 就是这个 生众 他称为 和和众 就是 是有组织的 有组织的集团 就叫和和众 那时候的说法 那么 佛陀又凭什么来 集结这个 身众呢 其实佛不是凭自己的 才能 因为 因为佛有讲过 就是佛有说 我不是受众 就是 他把每 佛自己本身也是一个 人嘛 也是一个 凡人嘛 因为他是 结悟了 转凡成圣了 所以 佛不 从来不把他当作 自己是 很至高 无上的 他不这样子 他说 他也是属于 众生里面的 这个社团里面的 一个身重而已 佛是这样子 他不是说 不把他当作是一个 领导啊 高高智商啊 或者是 一个个人体的这种 不是 所以佛才讲说 我不是送 那么 佛是依什么来 射受以这个身权呢 佛是以法 以法而射受 这个身权的 就是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 因为社团嘛 身重很多了 就有这个 聚力的身团了 那么 佛也是 参与在里面 也是当作 这是一个身人 但是呢 佛呢 他会把这个 道理 这个真理 这个说法 他 以法而射受 就是 传授这个 正法给 这些 出家众 所以 佛是这样子讲 所以他就说 之所以成为 身权 是因为 佛依法 而射受他们 是这样子 师父 我是理解 是这样 嗯 很好 好的 谢谢 那么 我们现在要 占这个 身保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 身 身 身权 这个概念 到底是指什么呢 当释迦佛 成佛 过后 他就开始说法 本来不说法的 后来呢 就开始说法了 那一说法呢 就很多人 跟着 就跟着佛 出家了 多人就开始 随佛出家 所以呢 这人越来越多 当然就要 把它组织起来啊 所以当 把大家组织起来的时候 一起学习了 的时候呢 就开始了 有这个身权的概念出来了 身权这个概念 就出现了 身权 上感 有时候呢 如果是翻译成中文的话 有时候简易 简易就是指身 其实身这个概念呢 大家掌握就是群众 一群人 跟着佛学习的 所以 当我们讲身的 其实 身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是包括在家出家的 但是 学佛久了 很多时候 大家就想 归一生 归一生 就 每一次归一的时候 就跟一个出家师傅嘛 所以呢 以为身只是出家人而已 但是这个是错误的概念 是群众 不只是出家人 就所有的 学佛人都是 这个 身权的一员 一份子 那么大家有 当然就是有 一个 固定的这个 戒律 要学习嘛 如果说 这个身权 上感 概念呢 古人 也有一种翻译 叫做 和和众 如果今天呢 你看 用和和众的话呢 你就不会马上 只是想到出家人 身不会只是想到出家人 但是如果翻译成 身 再加上你的归一 就是 出家人 帮你做归一 所以你看 我们一讲 身的时候 很多人只想到出家人 那就是你们出家人的事情 不是 身这个概念呢 是所有的 学佛人 这个群众 大家都是 学佛的一员 那如果用和和众的时候呢 你就看不到 这个是不是只是出家人 不是啦 在家出家都包括了 那 佛又凭什么来 集合这些在家出家的 学佛人呢 他凭什么来集合这些 和和众呢 如果佛教是以 才能的话 我们佛陀是以才能的话 那变成了 他永远是至高无上的 可是佛教不是这样子的 佛陀一开始就讲说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都是平等的 所以他不会凭借自己的才能 凭借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某一个人 或者是第一个 创建这个正法的人呢 来射受众 不是 佛已经讲了 我不是受众 我们是依法 大家都是依法而学习的 所以今天 大家集合在一起 不是因为某个人 而是这个教法 这个教法很好 这个教法能够让我们成就涅槃 能够让我们的贪嗔是永灭 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这个教法 但我们虽然知道说 我们是依法聚合在一起 今天大家聚合在一起 不是因为道义法是一个人 不是因为佛陀 而是这个法 但只不过呢 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法的人呢 对我们特别的有 我们说这个恩德太大了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 我们要感恩佛陀 但是如果今天你站在说 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子学习呢 佛陀更希望我们呢 注意到这个法的部分 因为这个法才能够真正作为依靠 真正让你呢 得解脱 所以佛是依法来释受大家 这个他们指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 成为生邪的一份子 所以这个概念呢 也一直提醒我们 除了了解生这个概念以外呢 也提醒我们什么呢 依法不依人 不管你的归义师父 有多么的厉害还是怎么样 最后还是真正要依法的 因为佛陀本身就是这样子 依法而是受众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来 我们请毕下 毕 毕正 对不起 毕正 听到师父 师父 各位法师 还有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那依法设身 以和乐境为特色 法是人生的正道 究竟的虐盘 佛是以此法来感召大众 让大众为这人生大事 而集合拢来 法也是律法制度 就是契合于人生正道的规制 佛是本着 这自他共处的完善法则 是为规章法度来组织大众的 依法而组合的深重 以和乐境三者为根本的特色 关键词 人生的正道 人生的正道 究竟的虐盘 究竟的虐盘 法师 法师 律法制度 律法制度 就是律法制度 和乐境为根本 和乐境为根本的特色 很好 所以呢 这个法 所以呢 这个法 法是人生的正道 所以佛 像之前就说到 佛不是以才能射中 所以他是以这个法来射中的 所以 那为什么这个法可以射中了 因为这个法是究竟的 能够让我们这个人生 就能够以这个法 而得到究竟 虐盘 就人生大事的结合了 所以大众为什么会学佛 是因为这个为了学这个法 那法也是律法制度 就在组织的生团的时候 就是 那也是以这个法来做管理的规则 管理生团的规则 就在这个组织里面 大家就以这个法则来供除 好 那组织这个生团 这个根本特色 就以这个和乐境 这三个特色为主 好 就这样 非常好 嗯 好 从 从世间法 从世俗 世俗地的角度 从世间法的角度 法 它能够 让我们看到 人生正道 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过 人生到底是什么意义 从世俗的角度 今天你学这个法 它能够 指出人生的正道 从生意的角度 出世间的角度 出世间 出世法的角度 也就是超越世间的 它能够让我们 体振 这个贪嗔痴 烦恼的涌灭 也就是涅槃 能够让我们 成就究竟的涅槃 涅槃 这两件大事 一个是 让你的 在世俗的生活 越过越好 越过越有意义和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更深了 就是让你之间 能够超越烦恼 今天 佛是用这一个 两个很明确的目标 让大家集合在一起学习的 我相信大家 每一个人 不管在家出家 也是因为 今天你学佛 开始当然不大懂 就是学一些佛教的仪式 然后把仪式 仪式的仪魁的东西 学好 就已经自己 好像很了不起了 其实不是的 真正学佛 应该是让你慢慢发现 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然后再进一步 就是让自己的 身心烦恼 身心上的烦恼 是慢慢的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我们今天应该 是抱着这样的心 来接触佛法的 然后有时候 这个法也是 律法制度 为什么会是 律法制度呢 因为学的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不只是 自己个人的事情而已 他还牵扯到 跟你一起学习的人 有志 有他 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在一起 可能就有问题 就出来了 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 这不和谐的东西 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法 他就会 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就是让大家在 共处的时候 至他共处的时候呢 减少摩擦 所以变成就需要有 律法制度 用这些律法规章 律法制度呢 来组织 只要你在这个团体里面 学习 那就有这个团体的 律法规章 那如果是整个佛教的 然后佛教的 整个佛教的 律法规章 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五界 对在家人 基本上五界 就是五界十三 就是我们的整体 佛教的律法规章 我们就至少 这五界 大家共同来守 那么就能够照顾好自己 也照顾好他人 然后呢 除了这个整体 这个佛教的 这个五界十三以外呢 各团体 因为每一个团体 他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运作的方式 所以各团体 又有自己的律法制度 所以法有时候呢 也会指这个规制 或者是规章法度 但不管怎么样 不管五界十三也好 或者是各团体里面的 这个各自的 这个律法规章也好 他的根本特色 不离的 要组合这个深重的 最基本的目标方向呢 就是和乐境 这三个 不管你的规章制度 有多少 今天五界十三也好 或者是你列了很多的条规也好 目的只有这三个 就是和和 安乐 清静 让大家自己跟他人 在这个团体里面呢 处在和和 安乐 清静的环境当中 以便 提升自己 对人生的 理解 甚至更加 让自己呢 能够有一个环境 成就这个涅槃 所以律法规章 不管是多还是少 他根本特色 就是和乐境 和乐境 我想我们今天就先 读到这边 和乐境的这个概念里面 我们知道说 以法色深 然后呢 和乐境为他的根本特色 那和乐境到底是 内容是指什么呢 我们下个星期继续的谈 继续的谈 什么是适合理和 然后呢 这个安乐清静 到底又是指什么 讲个星期可以 再继续的谈 我们进入一读一启发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 幼珠为什么会问起 天人是否也可以称为神 如果你有详细的 可以在这边留言一下 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 是你在哪里听到呢 还是在哪里看到呢 所以你会有这样子问 好 来我们 你现在要讲吗 没有师父 我是就一下子有这样的想法 OK 突发奇想是吗 是 OK 那突发奇想的话 那我也用突发奇想的方式来回答 那如果说今天 我们天人都是来学佛的 但当然他也可以算是深重的一份子 从学佛的角度 大家一起学佛的角度 但佛教呢 毕竟还是比较重视在人间 比较重视在人间 所以天人 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归纳他 算不算是神的一部分 主要是以人间的 这个学佛的在家出家的人为主 好 好 谢谢师父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一读一起发 不难 我们也是一样左右 我们把它分成两边 一个人负责一边 那么就请行锐法师负责左边的 来 什么因缘会导致人心 温乱 温乱 善心转播 谁助不善 是民心乱 父子是人不关无常 不关时相 不关时空 爱着寿命 纪念事物 种种 慈善 事故心乱 父子不得佛法中内乐 坏取乐事 谁助乐因 事故心乱 如是乱能得见 佛故 起心得定 关键词 嗯 关键词 还是你要直接一句一句的 去消闻 嗯 就是说 一个人他的善 善的信念 转播了 然后 一直追出那些不善的法 就是 心乱 再来一个是 第一个 我们来第一个 就是 一个人的心 他的善心 越来越 薄的时候 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 人为什么会乱 心会乱起来 第一个情况就是 你的善心 越来越薄了 整天都在 这个 不善的 不方便的 去打转 想办法呢 贪啊 想办法呢 去报复了 还是什么 这个心一直在追逐 这个不善的事情的时候呢 心其实那个时候就乱了 所以尽量 你要减少 心乱的话 第一 就是 保持善心 好 来 第二 第二 就是 不懂得 观无常 嗯 嗯 不管死相 就是你 什么叫 什么叫 不管死相 对 对 没有死 以为自己不会死了 不会 嗯 以为自己还有很长的命 你知道吗 有些人呢 会觉得说 我应该还有二十年 我还有三十年 所以呢 就开始了 胡思乱想 殊不知 生死只在 一席之间啊 下一口气 信不来 其实就已经死了 所以有时候 人忘记 观死相 啊 万记 万记 观 无常 心很容易乱 再来 不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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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想 不懂得 嗯 是空 是空 是什么意思 是空 是什么意思 是 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 因缘的 是空的 嗯 你 你来这个世间的时候 带了多少钱来啊 多少房子来啊 其实你来这个 世间 我们每一个人来这个世间 什么都没来 没带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在这个世间里面呢 活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东西越来越多了 但是这些东西 有时候呢 我们会忘记 这些东西呢 你现在身边有 有了 有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 因缘和合而有的 借用的 哦 它其实本性是空极的 哦 所以有些人呢 忘记了 哦 去观这个世间的 空极 然后还有爱中 宿命 一直追求 场所 然后对 所有的大方小小的 事物啊 都一直在追逐 追逐 然后种种的 看不到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没有看到 画面 没有 没有声音 刚才 现在有 现在有了 画面来了 画面没有 他刚才 刚才有断线 我讲到哪里的时候 断线呢 有没有人注意听 什么东西空极星 什么东西空极星 就讲 世俗的一切都是 因缘和合空极星 然后我又讲了些什么 然后就没听到了 忘记了一切 忘记了一切什么 忘记了我们 现在所得到的一切 是因缘和合而有的 我一直 好 这个事实不讲的 忘记观察 这个世间的空向 好 来 再来 继续 没关系 对 就是 爱做 我们会爱做我们的寿命 会最 希望自己尝授 然后 对 所以就 就会一直担心 对吧 心就乱了 对 因为身边的事情 是大大小小的事物啊 都会 一直去想 一直去计较啊 所以对 记念事物 这种种的 事情啊 一直去追逐啊 所以 散乱了 这些就是 心乱了 对 好 很好 这个不能理解 第三个情况 的心乱呢 其实 在 不得佛法中的 内乐 嗯 去求 外在的 快乐的事情 嗯 所以 向外追求 嗯 向外追求的时候 心就乱了 其实 真正的安乐 有时候呢 可以从内心 去体验的 那个内乐 而且从佛法 尤其我们学习佛法的人 我们常讲 如果 有些人 他透过 念佛 诵经 超经 词咒 啊 这些种种方式 都能够让他感受到 内乐 啊 内心的 这个 听法也一样 啊 所以 有些人不知道 呃 用这样的方式 让自己的内心平静 所以呢 就向外求 哦 现在呢 这个时代啊 大家这个 因为互联网的关系啊 所以大家连 呃 大家这个讯息的 这个 我们说互相的分享啊 都比较容易的 所以你会看到说 西方人现在呢 也开始非常重视佛法 尤其禅修的部分 哦 然后呢 呃 这个 呃 怎么样 呃 用这些禅修的方法 让自己的内心 呃 平静 哦 来打 来成就这些内乐 哦 你会看到他们都用这些方式 然后呢 应用在呃 治疗这些心理疾病 各种心理疾病上 哦 所以佛法中的内乐 能够真正让你得到内乐的 哦 只是有些人呢 他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呢 向外追求 哦 向外追求 所以心乱 好 最后一句是讲什么呢 嗯 心乱的人呢 他能够遇见佛啊 学习佛法 那他的心呢 就可以得到病 嗯 嗯 很好 所以乱人 这乱人就是心乱的人 如果有机会 见佛文法 见佛文法的话 起心就能够安定下来了 谢谢你 来 我们就借着机会呢 也看一下 呃 人有时候心乱啊 也可能是内心有 那些恐怖 部位 他有害怕的事情 那在佛经里面 比如说像华人经呢 就会提到五种部位 哦 我们可能过去也读过 接着机会呢 再来复习一下 我们请心经法师 华人经 去三十四 五部位 为真真理之众生有五种不畏 恐怖 一不活畏 生活不安 长寄之财 二恶明畏 恐他人希望而明义受损 三畏死畏 畏济命之将终 四恶到位 又做恶曲畏 恐激落入地域 恶回等恶趣 大众未得位 又做却众位 不自信而却欲出现大众之权等 我们来一个一个处理这个五不畏 第一个不活畏 不活畏是什么样的 什么叫不活畏 不活畏 就是因为这个 学者 他是因为不畏这个 怎样讲 虽然有做种种的善心善事 但他不畏的是自己 不能活 就是不能活的 就是长寄这个 因为他想了长寄这个制裁 所以就不能将他所要施的东西 他就有生起了害怕的意思 这个是我长寄制裁 长寄制裁是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要长寄制裁 因为他囤住这个财物 才有保障 对 不活畏 对 不活畏 他才有这种的 觉得很实在 很有力 就巩固他 没有长寄制裁 没有长寄制裁的话 资裁 资金跟财物 这些种子 资源跟财物 他觉得 他不能活命是吗 师父 他担心他活不到 所以他就一直要囤积 其实他够了 够生活 可是他一直担心自己 对他的生活 对他的未来 太担心了 怕等下没有钱了 怕等下没有东西了 没有这些财物了 对于自己活不下去的担心 怕自己活不下去 所以一直在那边做什么 一直在囤积财物 他囤积了 可能可以吃三代 可以吃五代的 他都还在担心 还在不安 这个叫做不活味 怕自己活不下去了 恶名味是怎么样 第一个的也可以讲 是没有自足常乐 是吗 肯定 肯定 如果他自足常乐 他就不会有不活味 你知道吗 他就不会有这个恐怖 他对未来太恐惧了 然后心就乱了 自然心就乱了 第二的话 恶名味的话 他整天在担心 有那个人 两个人在讲话 不知道他有没有讲我 就是有一种疑 有一种疑 或者人家 人家明明没有讲 但是他就有一种 在那边差异 太担心自己的 太担心自己的 名誉 那第三种 第三的是死卫 死卫就更加恐怖了 就是说 他任何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是生理 或者心理 他都会升起了 就像如前面 我没有钱了 我一定死定了 那这个怕什么 他怕什么 他怕什么 他的不活命 他的那个寿命 他的命中 简单一句 就是他怕死 整天都在担心自己 要死了 怕死 所以他不能舍身 所以一直抓住 就辛苦住 这个就是给自己 招来了很极大的痛苦 心就乱 怕死 他怕死 第四的话 就是恶到位 恶到位的话 就是说 这里有讲说 是恶起位 他担心什么 他担心他所 又想起 种种种种的画面 恶业 又怕自己又多到地域去 之类等等 又见到一些恶相 所以又在幻想成为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 是我生命中里面的一个经历 这样 所以他担心的是什么 他担心他自己会下地狱 他会躲到恶鬼道 对 他担心 有这样的担心 所以有些人他会有过去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 他放不下 然后呢 常常会想起 然后一想起 就担心了 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惩罚 会不会下地狱 会不会堕落恶鬼道 那么这个担心 这种担心呢 就会让他的心很乱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是 这里是大宗威德威 大宗威德威这里我理解的就是 因为他想在大宗里面去包围自己 但是却又缺弱 又没有自信 所以就 一大宗面前的时候啊 就会有 就是说 他的那个 恐怕他所讲的东西啊 在人的面前就会有 言行啊 有事啊 有过失这样 种种种种的考量 这个是我 这个五种部位里面 你有哪一个 什么东西 这五种部位里面 你有哪一个 我有哪一个啊 你们其他同学也是一样啊 大家想一下 你们有哪一个 我觉得我第五的迹象咯 所以不活位没有 恶民位没有 死位不怕死 没有 恶道位没有 肯定是第五咯 以前的你会有大众位得位 现在的你没有了 现在已经可以没问题了 已经有自信心 甚至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阅读 已经没有了 很好很好 我故意让大家也接个机会 是空中相会才可以 客气客气 所以这个是 你会让我们心乱 心乱的 就是我们如果有哪一些 其中哪一个部位的话 那都会引起我们的心乱 包括一个人 他在 比如说他在临终的时候 他可能会 有这种恶道位 临终 比较明显的就是恶道位 他会对自己过去的 做善的这个善法 不够信心 所以很怕自己多路三二道 那有些人呢 就是战战兢兢的 就是在生活当中战战兢兢 很怕自己的这个名誉受损 这个就是恶明显 尤其很在乎 别人的评论的人 那有些人是像刚才 心经法师有提到的 其实他就是不懂得知足 他生活是够的 所以一直活在不火位当中 然后平常有些人 可能就是很怕死 一听到死会怕 不过现在人慢慢理解了 这个生活的资讯 让他这个整个知识也提高 所以你会现在听到很多人 讲说死我不怕 我怕病 所以现在人比较有这种什么呢 病的位 害怕病 然后大众未得位 是来自以自信心的 只要叫你站在大众里面 阅读啦 讲话啦 什么这些 你就开始有点缺弱了 很害怕 那这是大众未得位 这比较多 比较明显 那我们的同学里面呢 当然很多也是有大众未得位了 不过能够参与阅读和分享的呢 已经慢慢在学习克服自己的大众未得位 这个都是值得鼓励的 好 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了 那么很好 大家的留言 我看一下 像佳佳的这个 这个关于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的这个 用术来做批语的 这个部分的分享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有人是有二道位 有人有这个二道位 还有大众未得位 很好 那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反思 因为你有这些部位的话 你的心就会乱 很容易心乱 好 来我收集一下 今天大家的收获是什么 我们就快速的 简单的做一个分享 陛下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今天的收获 就是刚才 就是所学习到的 就是这收获 就是刚才师傅有讲到的 这个是涅槃 那么这个涅槃呢 只要我们 就是说成就 这个涅槃就已经断窃 一切烦恼 断窃一切生死之一 这些胜者呢 才是 就是究竟的胜者 绝对的胜者 那么另外还有 就是说 懂得去奔辩 这个 有益涅槃和 无益涅槃的 这个差别 那么这个 有益涅槃 有益涅槃就是 前世霍 他们也还在 前世霍也还在 虽然他们的生死 这个轮回是 因应一断 但是他们的 这个果报生呢 还是 还是 没有舍 还没舍 还没舍 果报生还没舍 如果 如果是说 当下 他们的涅槃 已经有的 争得这个涅槃 但是当下 他们舍弃的话呢 这个就是 有益涅槃 无益涅槃 如果是身体 这个果报生 守弃的话 就是救命 如果是说 当下 这个当下 就是 就是去 舍弃 果报生 是不是 就无益涅槃 对 就无益涅槃 但是如果是说 鱼 这个鱼 就是身体的意思 鱼 有鱼 就是说 他还有果报生 无鱼 就是果报生 也舍了 就是说 如果是说 这些圣者 还有 他们的果报生 还在 就是 他们是等待 佛陀 入灭之后 才舍弃 这个就是 无益涅槃 对吗 不是 就是比如说 像 像木建联 舍利佛 他虽然已经 成就 涅槃 但是他成就的是 有益涅槃 为什么 因为 他们身体还在 对吗 一直到 佛要入灭的 前三个月 他们才 把这个果报生 也完全舍弃 然后那个时候的 他们就是 无益涅槃 无益涅槃 OK 明白 那么这边 可以可以 讲 师傅讲 就是 毕正这边 有问到什么 是大波涅槃 大波涅槃呢 通常是用来 形容佛的 佛入的 就是大波涅槃 所以就没有 特别讲了 另外还有这个 一读一试法 就是了解到 这个 什么原因 会导致我们人心 会乱 心乱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 就是了解到 这个华语经 所说的 五部位 就是恐怖 就是五种 就是一 不惑 位 二名位 死位 二 道位 还有这个大众 位得位 这个就是 今天的学习 那陛下以前 也是大众 为得位 现在已经没有 大众 为得位了 非常好 谢谢你 那修卷 有问到说 佛陀再世弘法 是不是有余涅槃 所以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用 当我们在讲 佛的时候呢 佛的涅槃 我们不叫 有余涅槃 不叫无余涅槃 佛的涅槃 我们就叫 大波涅槃 只有圣弟子 我们才会讲说 他的身体还在 帮助佛陀 弘法的话 我们就称 这些圣者为 有余涅槃 然后呢 如果正涅槃的同时 也把身体 给他灰灰 灰灭这样子 的话 那就是无余涅槃 希望可以理解 修卷 来我们请修伟 修伟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今天收获的 就是那个涅槃 涅槃就是有两种 刚才就是 经过师父的 详细的解释 还要多些去 思考下 他的那个 有余涅槃 和无余涅槃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 我学习到的 还有一个是 圣宗 原来圣宗 就是我们误解了 就是 归佛 归法 归圣 刚才师父也解释到 就是和和宗 这个也是 就是要够注意的 因为我们和和宗 就是平时是 对人处事的态度 就是女人公司 就是也是要我们 就学习那个 和乐经 为我们的根本 不然烦恼就会在那边生气 也是这样做 好 那我们再请 袁真 袁真 你今天的说话是什么 师父 袁真的说话 今天就是说 那个涅槃 涅槃是正方 然后涅槃呢 是上经 长 安乐的这个 四个德功德相 然后 讲这个 那个什么 就涅槃讲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就是这样 当圣 当圣 断圣 断脑断经 正当涅槃呢 他的那个 那个暴体还在呢 叫有余涅槃 如果暴体 要守掉了呢 就叫无余涅槃 这对于圣者 一般圣者来说 然后呢 佛的大涅槃 应该是那个 法圣德 布尔德 还有那个 端德吧 就是那个 叫什么德 就是上德 登究竟嘛 他是大佛涅槃吧 大概这样理解个行 很好 可以 所以刚才你用了一个暴体 或者是果暴体 非常好 这鱼 就是果暴体 然后呢 然后讲那个 然后讲那个法 法就是以法以色圣 讲这个 以法以色 不是讲法 讲圣 圣就是 不是个人 是圣团 是一个和和中 他是和和中 佛是不以自己的能力 还是以那种法来色圣的 就是就是这个 然后呢 他和了敬畏本吧 大概就这个意思 这个法 以法来色圣的 就这个意思 和和中 然后讲了个一度一启发 就说 那个上法博的时候 你那三性 三性博的时候 你那个 你就转向不上法 你信乱 就是 这是怎么信 怎么乱的 就来起 包括我们反观 平时自己啊 如果你 信谁 留个外面 留个警戒走了 他就会随着警戒走 就乱了 散了散乱了 如果你有像我们学府的人 有点空的时候 信是在法医上面 读读思维法医 然后呢 有空的时候打打坐 这个信呢 把它射受进来 击中的话 那这个 这个信就不会散乱 这个信呢 就会暗定 这样子 比较那个 就是信 那个暗定的 那种方法 这是一点 还有那个 五部位 五部位的 当中 就是 怎么说呢 你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怕什么 就是 就是我怕 就现在 说话都小心 做事都小心 怕布了个 所以小心 都小心了 我就不怕 因为你做的 都是善法嘛 随着你最后叫大叔 你平时行李是删的 你到死的时候 是大叔想顿倒 你随着删倒 就那个意思 就最怕 怕这个吧 我也不知道 还没到死的时候 不知道 不能还讲 和其他的 其他的 其他的都还好 就三支吧 谢谢 三根四 好 谢谢 做想完毕了 来我们请钟飞 钟飞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好的 我的收获就是说 正法是八正道是通向于念盘的 那所正的念盘就是有余念盘 与无余念盘 大不念盘 但有余念盘 它是离一切生死 断尽烦恼 所正的念盘 那生死已尽 暴身未息 那无余念盘就是 此生已尽 犯恨已立 在不隐生新的生命暴体 名为无余念盘 那大不念盘就是佛老 正法 自正的经济就是李苦乐 两边 他是超越世间的 就是世间 超越世间的 是绝对完善的 超越 他就是超越世间 他就是出 超越世间 那就是出世间了 他是绝对完善的 那静就是 正法不是烦恼所揽悟的 也不是烦恼所缘起的 是以巴正道能正的心 与所正的正法 所以面丑烦恼 贪生死 就是永断 就是断尽了烦恼 我就分享这些 这是我的说法 非常好 非常好 来我们再请美军 美军你今天的说法是什么 师傅 写道 涅槃是一切圣者和 学佛者的 归处 涅槃根据 个人的程度不同 有分为 有于涅槃 无于涅槃 跟达伯内盘 达伯内盘是 是指佛 依佛的 那么其实 涅槃就是正法 正法也就是 有分四个 就是正法是善 是静的 是长的 是安乐的 那么正法也有 不可思议 还有他的功德 也是不可思议 那么 这个 我们 就是我们从 这个 智慧的境界来说 就是由 以智慧 正路的正法 而得的 真自由的来说 所以是 预计古人的说法 就是修行 正道 本来也是这样的 那么 还有是 这个 和 这个 身就是群众 那么 还有 无论我们是 站在哪一个角度 都很好 就好像佛所说的 我不设众 是 依法 而设而已 那么 法也是有 他的规律 还有 他的规章 还有是这个 和乐 敬 而组织 为这个 根本 那么还有 学到那个 一睹 一启 发 就是 学到那个 五位 五位 诗 五 不诗 五个不诗 那么 其中 无不诗 无不诗 对 其实 无不诗 就是由这个 五种恐惧的东西 在 之前 还没有学 法法的时候 也是怕 这个 恶道 会多入恶道 因为有时候 我们 从身口意 那边有时候 会 戒得不是 很 很好的时候 会起那个 念头的时候 也是很担心 会多入 那个 恶道 里面 然后那个 大众为德 我也是 但是 因为就不懂嘛 所以 也是要去面对 所以就 慢慢从里面 好像 每次的公司里面 慢慢的 顺恋 这样子 很好啊 非常好 非常好 有时候 有时候会 啪啪这样子 然后有一点 讲话 有口吃口吃 就是有一点 就是 然后就知道了 这个落雕 我们就会去 克服它 去面对 慢慢就 有了这些 自信 因为不懂嘛 所以才要 深入里面 去理解 去弄个明白 所以慢慢就 没有 那个心理的障碍 也是 非常好 我们给你一个 鼓励的掌声 谢谢 我们请 毕正 毕正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是这样子 读到 今天读到 一读一启发的时候 就让我回家 昨天 哈喽 听到吗 其他人有听到 毕正的声音吗 师父听到 有 有 有听到 哈喽 师父 师父 I'm in Tofu Hello 师父 我在 拜拜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是的师父有在 听到吗 你说完了是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因为我刚才有一点断线 所以我就没有听到 你可以稍微大概讲一下吗 重讲一下 好的 那今天我看到一读一曲 一起发的时候呢 就让我回想起 昨天 有一位同事 他跟我疏苦 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 他知道说 他知道说 他很多其他同事 在背后批评他 那这个时候呢 我在回想起 我当时在听他的疏苦的时候 我的心有没有乱 那现在想起 并没有很乱 为什么呢 就看到说 我其实在整个过程 都保持一颗善的心 就他 他所说的 那我就保持善心 说 其实因为经验的关系 就知道说 会打预防针 听到这些 是是非非的时候 那一定要保持 客观 那最重要的是 还是把那个善心提起来 就是说 最重要是让他知道 说 先听好他的烦恼 那就让他知道 其他同事的不好 那我们也要站在 就保持善心 不对任何一方起 不善的心 所以我觉得 这方面 我看了之后 觉得 只要能够掌握好 这个善的心 其实很多 很多烦恼 其实没有办法 对我们产生作用 然后 尽量保持一颗 想帮助他的心 也想帮助其他 整个大环境的心 就是这样子 好的 谢谢 那因为 我的另外一台机 它已经断线了 所以你们看不到荧幕 不过没关系 因为可能时间也 要结束了 那我就不再去 重新启动它 好 我们再听一下 新卫法师 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 没有荧幕 大家就用你 刚才看到的来讲 好不好 今天的学习就是 内盘就是正法 那正法的体悟呢 是 不能想象不到 然后也难以用 言语去表达的 但是 它是可以 自己去清正的 那如果用 经论的 一些方便的描述呢 正法就是 它有四种功德 那就是 善尽 常乐 那在理解 这四个字的时候呢 是要 是需要是 用超越相对的 那个概念去了解 就这样子 谢谢 好 好的 谢谢 好 最后我们再请 新经法师 今天解释的就是 这个 经法的这个 法宝和神宝 也让我 亲身体 解释的 就是今天的 古道仙人 的这个 真理 古仙人道 古仙人道 的正法 就是要 从智慧里面 去入圣 才能得到自由 如果我们 没有自由的话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 贪圣是 烦恼 而不能 正的虐盘 所以这个 古仙人道 他们都是 圣者都是 已经 断尽了 这个烦恼 而正的虐盘 所以 佛 他不是 创造的 他是 创建的 觉悟 我们 以这个 学习 然后今天的 这个 神宝来讲 就是说 我们 神学来讲 就是 群众 不管是 在家出家 佛集合了 深重 而不是 凭自己的 才能 高高 在上 就是说 他 有说了一句话 就是 我不受 受重 是 依法 而受重 所以 今天所学习到的 就是说 这个依法 受重来讲 就是要 和乐 敬 就是 为他的特色 法是 人生的正道 与世俗道 究竟的 涅槃是 出师先 是他 共处 和 和和 安乐 清静 还有 就是 最后的 就是 师父 刚才给我们 阅读的 一读一句话 让我有很感触的 一个因缘 和感受 什么因缘 会导致 人心的 凌乱呢 就是说 有这个 五种的部位 当我们在 学习的过程里 你没有去看看 真是看到 自己的内心的 一些部位的 没有进化的话 这个真的 这个五部位 就是随时随时 让我们的 那个心 烦 心就乱了 对 今天所行 是他的感恩 师父 非常好 好 那因为今天 那个我的 另外一台 这个iPad呢 它 好像闹情绪了 我一直连不上 所以我就没办法 再播这个荧幕 给大家看 然后当然也没办法 在播那个词经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做了回向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 非常抱歉 然后面得这个部分 好 其他同学 如果有这个 心得 也可以在留言处留言 好 我们就做个回向 来结束今天的 工修 以此功德 种善根 累世冤亲 同瞻恩 由失解脱 诸苦恼 共振菩提 度有情 那我在这里呢 也祝福大家 福德和智慧 都能够渐渐的增长 一切都吉祥如意 发喜充满 好 那今天呢 因为没办法 播放这个词经 那我们就在这边 结束 期待下个星期 跟大家一起 继续的学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